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那個年代我可能還沒出生 比較有錢的鄰居家裡 家裡客廳有電視 一打開的時候 所有鄰居全部都跑去那邊看電視 在那種環境之間 怎麼可能去談到這個室內設計 大部分在室內設計裝修 都是木工跟水利工 對室內設計可以說是幾乎是 完全沒有什麼概念 所以 我們經常被稱為 這是 比較有一個貶義的名詞 在去年代的時候 室內設計根本在社會裡頭 是不存在的 但是隨著經濟的成長 大家已經不再只是吃飽 而是希望能夠吃好 大家生活品質水準 一直在提升 生活環境好了以後 下一步開始去思考 那是不是培養一些文化 他開始慢慢接觸到 國外的一些訊息 那我想那個應該可以當成是 室內設計的一個萌芽階段 開始慢慢醞釀成一股 新的對空間追求的一個新的力量 工會也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出現 85年的時候 又發生了 台中的威爾康事件 單一的火災當中 有66人死亡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事情 而且是因為當初室內設計沒有管理 積極地開始規範 室內設計的管理方法 從原來的成立的時候 20幾家 到目前為止 已經1600家 我們大概 一共培訓了大概有6000位 室內裝修的 設計專業人員 因此從那時候開始 整個的室內設計界 就有一個法源的根基 工會的角色 它當然是非常重要 聚集了一批公司 來參加這樣一個工會 但是即便是有這麼多的限制 我們的設計師的創意還是無限 其實這50年剛好是 台灣室內設計產業 開始從發跡到發達的一個時代 半個世紀以來呢 改變了這個產業的生態 改變了我們設計人的設計觀點 相對的來說 在台灣人們 有比較好的思想發展 最大的責任 不只是怎麼樣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還應該考慮到我們下一代的教育 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代言什麼樣的角色 這個是一個比較重要的 一個大方向 總之一 抵达 奇這個人 為大家 借麗 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